话虽如此 我却永远记得 当初你怎么扶持我 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 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 一路又成了德妃 最后当上了太后 你的恩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我才不敢鞠躬 太后嘴上说着感谢的话 实则是在怨对 昔日龙科多为了利益 算计自己的事 太后多希望 自己提起旧事时 龙科多可以坦白曾经的誓要 希望龙科多可以解释 可以表示懊悔 可到底 太后还是没等来那一句对不起 当太后提起过往的事实 不让龙科多回忆起了曾经的美好时光 龙科多对太后有过真心吗 我认为是有过的 但她还是为了所谓大局舍弃了太后 太后与奴才 当日你说 太后一说话 立刻打醒了龙科多 她不敢忘 眼前人早已不是乌雅成臂 而是当朝太后 你已经打通好了关节 选秀时 让我穿一袭粉蓝色衣衫 因为先帝不喜欢粉蓝色 我就不会中选 然后就顺理成章 嫁于你 可是世事难料 我却偏偏入选 成了宫中女官 不知龙科多听太后这么说 会有什么想法呢 会愧疚吗 会懊悔吗 我想知道 可能太后也想知道吧 我今天来看你 除了想要和你叙叙旧 还想告诉你 我会设法 向皇帝求情 奴子 多谢太后 快起来吧 会不会龙科多到这一刻 还在利用太后呢 她不把过去的真相说出来 就是为了让太后 顾念昔日的情谊 指望太后 可以给她求得一条生路 究竟是不仁打破美好 还是为了活命欺瞒太后呢 让我很配奔 tab 可防 律度